新北市從101年度開始推動 學習共同體的活動 而今年的主題 則是以典範分享為目標 希望將深耕多年的學習共同體推動成果 分享到各縣市甚至是國際舞台 讓班級的學生他喜歡上課 然後老師在帶領學生有方法 所以他們構築了一個叫做幸福的課堂 那我們在這裡面就做一個本土化的引發 怎麼樣有一些教學引導的車類 讓班級又溫暖又穩定又有效的學習 而這次活動還以公開課實踐的核心素養為議題 引進來自日本的教育方式 提供在場人士共同分享 重要的就是學生的自主學習 積極的學習深度的學習 那我們發現日本學習共同體 這樣的一個實施方式 是最適合目前台灣需要的 大家分享教育心得 也學習國際間的教育方式 以作為日後教導學生的專業目標 中假新聞 中和場報導 這個學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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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不會 感谢观看